이� mercado해야한 我的動議來讀一次 之後再做些人決定投票 每一個步驟我 規則我ダ Aldous 1987 我打算數30個動議 30國了 它沒有命 這個是我過去在電台寫字 是主张的,现在我做了议员之后就可以身体力行 因为那时候我提出总辞的人会笑我 你黄公民是不是立法会议员 那行了,我等我做了立法会议员才搞你 这个五区总辞也是因为我做了立法会议员 我们提出来现在成事而已 例如我说回那个80后 刚才我回应马教授的说法就是我同意的 但它是可以有商念的 你在Facebook里面看到 这些都是完全分了很多堆 我Facebook我都有很多group 我早就已经踩它下去了 因为我们社民连是没有主立媒体去帮你冲创场面 如果你不是靠这样去跟年轻人接触 你根本完全是没有保任何的空间 所以我自己的体会比较深切 但我们起码就是做了一件事很谨点 譬如在这个几次的反公铁在立法会门口 在社民连至少都有三四百人 我们叫他们不要穿红衣服 是特别交代他们不要穿红色的T恤 那是我们社会民主连线的一个等于制服 叫他们不要穿 还有我们的旗帜不可以出现 由头到尾我们就想希望这个运动很单纯 就像刚才王永哥的说法 你才能带动整个参与的 我觉得这次的反公铁运动是非常成功的 刚才陈局长在这里 又是说那些官讲的话 不过你又比较弱一点 是没有分别的 我去听不同的意见 但李老板那天走出来的第一天 立法会被人包围之后的第二天 发烂烂 之前在立法会答问大会 就是我们会听一下80后 找渠道跟年轻人沟通 当时我们叫他出来 他也不敢出来 长毛也叫他出来 见不见 他说在这种气氛下不适宜 接着又爱你的朋友 爱你的敌人 长毛又吃他一句 不知道外面那些是敌人 搞到他都根本起急败坏 是吧 一个这样的场合 你出去吧 你不要说 门口这么多 年轻人在这里 你不要在这里只说 这个有一个建制的思维 年轻人当然是反建制 你不用问阿贵 那天就在这里示好 接着叫他出去 他就不出去 到包围立法会之后 就犯狠 先由李兆江作为保安局长 大闹那些年轻人 接着到你老板 走出来又闹 是吧 我说什么 全香港只有一个政党 叫社民连发了一个声明 是谴责行政长官 和李兆江 帮报告子登 我们放在网上 我认为整个运动 是和平理性的 你拿了我七百亿 问你几个钟便便宜了你 根本都不了解外面的人 在想什么 是吧 说来说去就是三副皮 这是一个不幸 我告诉你 真的 你那个建制稍为简短 刚才同学 我希望今天 我们有一些政府官员在 他听到 是吧 有些同学说 我们不只顾自己 我们顾是人 有些同学第一个说的时候 就说 喂 我们只不过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大佬 什么这么大件事 是不是 所以我 那天 我记得 立法会完出来 我是很感动的 我是跟那些 参加运动的 年轻人叩头的 那天 就是说我没有了你们 我们里面的抗争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有些副局长 我也是很感动的 他在《范厂》裡 捉住我 不识吗 就向我们珍惜外面那些年轻人 所以我那天 也都 就是说 其实做官都不是公开警告 叫马 其实一直以来给年轻人可以有空间表达的意见 所以社民联我们新的一届行政委员会平均年龄是34岁 我们有9.80后扎写的 就是90后的人成为社民联这么出名的政党扎写人 这个我想是还有在全香港政党里面 没有一个政党的权力核心是没有立法会议员的 唯一一个就是社民联 所以希望各位八十后多多支持 谢谢抽水